圣印披风 隐身 二哥 我们好歹也是吞噬魔门的魔将 居然在这里行投机魔狗之事 你不觉得有些丢人吗 什么投机魔狗 你知道这阵魔塔里关的是谁吗 这魔塔能关押什么人 不就是我们魔盗众一线无能之辈吗 闭上你的臭嘴 你想死 别拉上我 这阵魔塔里可是关的咱们吞噬魔门的老门主 什么 就是我们九大魔门共认的盖世魔帝 你以为呢 不然门主怎会设计拖住泰玄女帝 让我们冒险来这泰玄圣地 这借是我们立功的好机会啊 二哥 我们快打开真魔塔吧 就老门主出来 喂 老铁 你们在弄啥呢 卧槽 这小子什么时候来的 吓了魔爷一跳 一个小小的无者精 估计是打扫威胜的杂役弟子 小子 给我滚一边待着去 不然魔爷把你给打了 我劝你们最好不要去碰真魔塔 不然你们会死得很难看 就凭你吗 呵呵 一个无者精的小垃圾 我好怕怕哦 讨厌男劝该死鬼 非要让我进行 我很快 我能活 我很快 我能活 尽管跑吧 不管你们是谁 先给你们一个教训 哈哈 我竟然逃脱了 那小子虽然看着年轻 但修为起码都是武帝境 我得赶快回去 告诉门主 泰玄圣帝原来还有尹氏武帝 门主 老二 不是让你闲入圣帝截风筝魔塔 放出老门主吗 你怎么回来了 门主 泰玄圣帝有隐藏的武帝强者 老三被他杀了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什么 隐藏的武帝强者 你还从他手里逃了出来 不好 老二这个傻轩 真是害惨我吞噬魔门 来人 去找血练千语 是时候启动当年魔门 安插在太玄圣顶的那枚棋子了 曹天雄 我们两个正与骆青仙那小娘们打的正汉 你动用九门令请我们来所谓何事 血练兄 千语兄 由于其余六门之主 还在圣国台炼化成帝机缘 所以此时我只能找你们相伤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只要那枚棋子放出我吞噬魔门的老门主 在河里斩杀太玄圣帝那个隐藏武帝之后 那太玄圣帝必将灭亡 没想到居然还有一尊隐藏的武帝强者 不过 你这计谋道是妙 只要计划成功 一定能一举灭掉太玄圣帝 既如此 那我就启动那枚棋子了 什么 魔门的人居然是在打阵魔塔的主意 立派上 你回去坐镇 镇魔塔不容有失 那老夫就回圣地去了 张教你万事小心 这 这是 天魔生死咒发作了 你 你是哪一门的人 这个你无需知道 你只要按计划行事 在三日后 解封镇魔塔 你们是想释放三百年前的吞噬魔地 前两天潜入后山的也是你们吧 那为什么没有成功 为什么 你不知道吗 还不是因为你们圣地那位隐世的武帝强者 什么 派选圣地有隐世的武帝强者 是谁 为何我不知道 是谁不重要 眼前最重要的是三日后 你按计划将推使魔地从这魔塔中放出 此事若成 你便是魔门的功臣 甚至可以为你再立一门 成为第十大魔门 但若是不成 这天魔生死咒你是知道 人之后 咱们去执场